欢迎收看这集的优惠及时通 今天总共有5点的优惠想要来跟你们分享 首先第一点想来跟你们分享台湾配在终于加油可以享有5%的现金回馈 接着呢第二点想来跟你们分享行动支付在家的补消费可以享有15%的回馈 第三点则是要跟你们分享LINEBANK所推出来的开户优惠 接着第四点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全新公告网购5%上限的信用卡 最后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公告到明年12月31号最高5%现金回馈的信用卡 首先呢要来跟你们分享就是台湾配在于中油上面所推出来的优惠 目前呢是公告到今年的11月29号 你今天早在每周六日一夜利用台湾配消费的话都可以享有5%的现金回馈 单笔的回馈上限是50元顺利最多可以消费到1000块 那它呢是限定扫码消费的方式 你今天呢只能绑定签帐金融卡或者是银行账户进行消费 总活动上限是100万 这个活动呢仅限定于使用在人工加油的部分自助加油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是加乐福所推出来的活动 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12月31号 这个活动一样是台湾配所推出的 你今天只要利用台湾配在加乐福消费单笔满500元就可以享有75元的回馈相当于是15% 在活动期间每人的回馈上限是3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2000块 总活动预算是120万 如果说额度使用完毕的话活动就会提早结束 它呢一样是只支援扫码消费的部分 所以啊你今天只能利用签帐金融卡或者是银行账户进行付款 如果说你今天的消费券刚好是绑定台湾配的话 其实啊都可以再搭配上这个活动让你的回馈更大化 而如果说你都还没有申办过加乐福钱包的话呢 透过推荐买申办都可以在额外获得3000点的红利点数回馈哦 有关于台湾配绑定5倍券任地的方式 我之前有拍过一支很详细的影片 它呢其实在广网上面有释出一个很详细的通路 它都会很明确告诉你这个通路可不可以使用信用卡 或者是呢只限定于签帐金融卡以及银行账户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的5倍券是绑定台湾配还不知道怎么消费的话 这个部分你一定要记得好好的了解一下啰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Lineband所推出来的新户礼 目前是关注到明年的3月31号 你今天找是新户并且符合条件开户的话呢 就可以享有300点的LinePoint回馈 那它的条件呢就你今天必须绑定Line以及LinePay的账号 其实Lineband我之前就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 但是我先说这个不是业配 Lineband它前阵有推出一个口袋账户的功能 你今天早在5万块以内都可以享有2.2%的活出利率 那它是一元起习并且每日记习每月复习 所以相对于小猪猪来讲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还蛮方便的纯网银账户 如果说你今天是曼Lineband的话 同时你可以拿到快点卡 那快点卡是我觉得回馈非常高的一张千张金融卡 你今天在一般通路上面消费可以享有3%的LinePoint回馈 这一般通路还包含了保费以及医疗费 那如果说你今天绑定行动支付啊 一样也是纳入回馈的 如果说你已经是绑定LinePay消费的话 你的回馈会直接变成3.5%的LinePoint回馈 上面所提到一般消费以及绑定LinePay的回馈啊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共是500元 所以最后可以消费到16666块 如果说你今天有在指定时间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费的话 最高还可以享有18%的回馈 关于回馈最详细的部分啊 其实我之前有拍过影片 我会把影片放在上面 有兴趣都可以点开观看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小之主还在管网号 我觉得Lineband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仅拿活缩利率高 而且你今天利用快点卡消费的话 也可以拿到还蛮不错的回馈哦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 全新公告网购5%回馈无上限的信用卡 这张信用卡呢就是富邦MOMO卡 目前回馈公告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 富邦MOMO卡回馈其实啊 都有一点起起伏伏了 前阵子啊是3.5%的MOMO币回馈无上限 但是啊在最近又重新复活了 变成了5%的MOMO币回馈无上限 你今天早上利用富邦MOMO卡 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费 都可以享有5%的MOMO币回馈无上限 它的指定通路包含了MOMO购物网 电视台以及行路 如果说你今天在购买指定品牌的话 最高可以享有10%的MOMO币回馈无上限 这10%回馈是属于迭加式的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 MOMO指定通路5%的回馈无上限 记得再迭加上指定品牌 3%到5%的回馈加码 我自己个人觉得啊 它回馈复活非常适合 如果你最近刚好在双11 要购买比较高单价的商品 或者是啊 你的数位舞杯权是绑定富邦银的话 透过这个活动啊可以让你回馈更大化哦 它这次还推出一个叫做极颤黑的卡面 那张卡面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比起富邦MOMO卡的卡片啊 我个人觉得相当于说比较简单 而且低调湿化的感觉 如果说你今天是MOMO卡的救护 想要加班的话 一样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张卡片也非常适合拿来增长 因为黑色卡面啊 真的会让质感提升非常的多哦 接着最后要来跟你们分享 是最长逛逛到明年12月31号的信用卡 这张信用卡也是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那就是第一银行的桃源认同卡 它回馈啊其实有分成两阶段的公告 首先第一阶段是公告到明年的6月30号 你今天早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费 单笔满300元就可以享有5%的现金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呢是300元 所以就都可以消费到6000块 它的指定通路在餐饮的部分 包含了麦当劳 肯德基 西马克 必胜克 鲁伊莎 接着在加油的部分 则是包含全国的加油站 而在于外送平台的部分呢 则是包含了UberEats 以及FoodPanda 百货的部分呢 则包含台北车站的微风 华泰民禀城 以及呢三井的outlet 接着呢要来跟你们分享是公告到明年12月31号的回馈 你今天早在用外币消费就可以享有5%的现金回馈 那这5%现金回馈呢是属于迭加市了 首先第一个部分 如果说已经是新货的话 可以享有1%的现金回馈加码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500元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5万块 如果说已经有申请电子账单 或者是绑定账户自动扣交的话 只是可以在额外加码2%的现金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1000元 所以最后可以消费到5万块 接着呢如果说你利用这张信用卡搭乘机极的话 则可以享有20%的现金回馈 以及呢搭乘桃圆市的公司 偶数汤呢则可以在额外享有18元的现金回馈 相当于就是买一送一的概念啦 我觉得这张信用卡回馈虽然说不是真的到非常的高 但是啊我觉得它已经一口气高到明年年中甚至到年底 我觉得算是蛮有诚意的 我觉得如果说你在寻找一张加油站的信用卡 或者是海外高回馈的信用卡 它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集优惠吉时通 要来跟你们分享内容 如果说你还有其他需求补充的话 也都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今天影片跟你们分享到这边 如果说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比较喜欢或订阅我 记得开小铃铛才不会错 我每次上线影片 想要关注我更多生活动态的话 欢迎发到我Instagram 或是爱的粉丝专页 也可以叫会员帮助我创作更多 精美优良的影片 讯定我们下载见哦 bye不 其实我没有想到还是有漏掉 去公告到明年的信用卡 那其实这张信用卡 我自己就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 虽然说它的声量好像没有到很高 可是我觉得回馈还算是蛮不错 还算是说得过去啦 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是 在桃园生活的人的话 我觉得这张信用卡会蛮适合的 接下来还有富邦Momo卡的回馈啊 如果说你刚好在双11 因为双11各大电商都会打折 那如果说你刚好也要在抢一些便宜 甚至是你刚好有榜件数位我背券的话 其实我觉得趁这个时候购买 会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 因为它是5%的回馈无上限 而且Momo我自己个人都还蛮喜欢用Momo购物 不是Momo就是PC Home啊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挑你自己习惯的 网路商城去购物 像是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Momo 我觉得这张信用卡也会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那当然还有像是Live Bank 我觉得Live Bank真的是一直推 就是我已经推到 虽然说它真的不是业配 但是我就觉得它优惠还蛮不错 所以才一直跟大家分享 因为它也没有什么MGM的活动 也没有好友推荐的活动 单纯就是我觉得它的优惠还蛮不错 如果适合大家 所以如果说你还有其他 你觉得优惠还不错 不管是信用卡 行动支付 或者是数位账户啊 签帐支付卡等等 都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或者是你也可以传时讯告诉我 我最近已经慢慢的开始在回一些私讯了 相信你们应该都有看到 只是因为私讯的量还是非常多 没有办法一次回完大家 希望大家再多多尽量 以及多多再等待我一下啰 谢谢大家